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五洞 它幾乎將近是90度的轉彎 然後它前後 就在T台的前後有一個大概將近180碼到200碼的距離的一個水塘 你必須越過去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A區的第七洞 它是一個大下坡然後又上坡 那基本上對我們選手來講大概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就是主要是在第二竿攻擊的時候它的坡度比較大 另外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我們B區的第七洞 它這一洞是距離比較長一點對於選手來講 但是就是它的困難度在於第一竿的落球點 大概就是開始它的左前方有一個水塘 大概落球點那個位置它會比較狹窄一點 這一點特別注意 如果說你打安全的話 然後第二竿可能距離就大概要180左右 距離是會比較長一點 其他的各洞來講打起來應該都蠻 對選手來講應該不太有太大的困擾 而且它的球道也非常的寬廣 所以說基本上這一個南保球長的要打擊的話並不太困難 所以說我希望選手們都能夠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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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